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作者 陳破空 歷史篇 近代中國的迷思 6.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共白皮書聲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這類白皮書只有結論,卻沒有任何論述 1912年,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曾經向西藏和尼泊爾兩國政府致函,邀請他們加入新成立的中華民國 遭到西藏政府和尼泊爾政府的一致婉拒 這證明當時,在中國人心目中,西藏與尼泊爾是地位相當的鄰國 1934年,中共軍隊陸進西藏境內,從藏人那裡獲得供給並借宿 對此,毛澤東說:「這是我們對外國唯一的欠債,摘自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 這證明,當時在毛澤東的概念裡,西藏也是另外一個國家 如果以歷史上,中國曾與西藏有殷親關係,來推論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麼,尼泊爾也曾經與西藏有殷親關係,是否也可以推論,西藏自古就是尼泊爾的一部分 另外,匈奴、突厥等許多與中國有過殷親關係的西域或北地國家,也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歐洲歷史上,英國、法國、德國、奧地利、荷蘭、俄羅斯等國 都曾經互嫁公主與對方王子 其中,有的公主甚至登上他國王后甚至女王之位 那麼,其中某國,是否自古以來就是另一國的一部分 這種邏輯顯然無法成立 公元七世紀,西藏國王松藏幹部時期,西藏空前強大 尼泊爾國王和中國唐朝皇帝分別獻公主與松藏幹部為妃 以核親政策遏制西藏擴張 西藏國王赤松德藏年代,愈加強盛並對外擴張 一度佔領中國首都長安,為了換取西藏撤軍,中國被迫向西藏納貢 後來,兩國立碑為戒,約定兩國彼此不為寇,不舉兵,不相親 公元十一世紀,蒙古滅亡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亞歐國家時,也進兵西藏高原 因為蒙古韓王忽必烈前信佛教,拜西藏法王巴斯巴為上師喇嘛 遵佛教為國教,藏猛形成公師關係,即西藏法王為蒙古韓王的精神導師 蒙古韓王則為西藏法王及其疆域的保護者 公元十四世紀,中國人推翻蒙古統治,恢復中國,建立明朝 蒙古國退居墨北後,蒙古與西藏的公師關係依舊 而中國與西藏之間,既無互屬關係,也無公師關係 到了十六世紀1578年,蒙古安達寒首贈達賴喇嘛的尊號 與西藏最大教派格魯派大師索南加措 那時,蒙古與中國無關,中國已經進入明朝後期的萬曆年間 而那時,中藏盟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各自為政 公元十七世紀滿清崛起,應滿清皇帝慶求 西藏從武士達賴喇嘛開始,與滿清皇帝結成公師關係 那時,中國明朝尚未淪亡,藏滿公師關係的形成,出於滿清抵消蒙古影響力的考慮 藏滿公師關係類似藏猛公師關係,但藏滿關係弱於藏猛關係 滿清皇帝和西藏達賴喇嘛互贈尊號 1644年起,滿清滅亡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藏滿公師關係依舊 1908年,滿清首次起念謀奪取西藏,遂派兵入侵 建於此,1910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宣布終結藏滿公師關係,並流亡印度 1911年,中國人推翻滿清統治,恢復中國,建立中華民國 1912年,西藏人打敗其境內的滿清軍隊,迫使清軍投降,並被趕走 流亡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旋即歸國,宣布西藏重新獨立 滿清佔領西藏時間前後不到四年 1950年,中共進軍西藏,這在當時的獨立國家西藏看來,自然屬於侵略 在獕灘irst task между不明充前、國務份 2009年,整紀 Fate 警告 我們